所以待會請各位看一下那個0605 剛剛是0606 那現在0605 所以0606主要是從那個VBA延伸到Python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給全部抓下來 並且存成一個CSV 當然也有存成資料的 只是說這邊我沒有演練 剩下一許你沒有時間自己在做練習 最後當然你也可以在Excel裡面 如果你希望很快分析出來的話 還是推薦用Excel做有時候比較快 那可是說在Excel裡面你要做爬蟲 當然就不像Python這麼容易 其實說真的Python的程式已經算是非常非常 我歷來我從來沒寫過這麼短的程式 如果你用Java或用C++寫的話不得了 寫到真的是 真的是你會寫出來還沒有那麼簡短 那你會發現寫完感覺其實還蠻清爽的程式 各方面RUN的效能也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Python受歡迎 我想應該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當然另外我也舉另外例就是用VBA 其實兩者比起來 有沒有為什麼說VBA有些部分強 有些部分可能弱 其實以這部分來看的話我覺得爬資料 好像還是Python略勝一籌 有沒有你看爬出來程式就這樣子 但VBA的話你還要分很多段 而且執行的效率比起來的話也沒有像Python那麼快速 主要是讓各位有一個概念 以後如果人家問你說VBA跟Python之間怎麼樣做取捨 那你至少你會有個概念 至少說你不會說你只是會其中之一 那另外一種你可能就沒辦法 我沒有學過或者是沒辦法講個所以難出 因為有時候如果將來你要到業界工作的話 一定會被問到類似的問題 因為你要做大數據分析的話 工具是必要的 只是說你工具你要怎麼取捨 至少你要了解 或甚至如果你們有可能的話 他也會現場請你demo一些你的作品 所以你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像今天講的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去弄出幾個 你自己做的一些可以demo的一些作品 讓人家覺得做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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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录取名单 最好是你就会有东西 而且你是很熟练的 OK 甚至你还可以带一些新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 有些技术 我建议啦 就是说 我刚刚一直讲老的工程师 他们不太会愿意学新的 那新的技术有新的需求 老人不想学 所以他怎么样 会想要找一些会的人 会新的技术的人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机会 如果说 你想要进某些公司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新需求 就有新的新陈代谢 所以这就是你们补上去的这个机会 也就是说你学东西 我觉得还是尽量学一点新的 才有机会 不然你一直学旧的 像如果你们现在去学什么ASP 你再怎么学 也不可能学超过老的工程师 对不对 OK 所以尽可能的 就是把这边先把它完成 那最后的话呢 可以统计出前七名的结果 OK 那大概是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待会看一下 0605往前 这个是台采上次讲过 那股市资料的话 请各位把它打开 然后看一下呢 第四页的地方 雅虎股市部分 其实我们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把这个当日行情的资料 选择这个不要 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些资料呢 帮我把它爬下来 那以往像我最早在教这个时候 我是教人家用那个所谓的路质去期 把它爬这个资料 比如说上面 这个是从什么 雅虎股市里面的当日行情 所以你可以到雅虎的什么 股市 然后里面有一个当日行情 当日行情这边 这边有个水泥个股 OK 水泥的话上面这个连接 那以前的话 如果说以前用什么 用那个 用 以色尔来抓的话 那你会把以前很多人用 那个什么 用路日聚集 然后抓取 就跟刚刚那个大家都很像 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试很多方法 但是 从Web 只要是从Web 把刚刚这个网址贴上 到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下载下来的东西 以前都正常 但是呢 现在变成什么 它变成就是说 下载下来的东西 会是一堆乱嘛 有点像长这样 我这边 我把它截图下来 但是那个新版的 它从其他 它就从其他资料力的地方 就会成功 旧版的话 就不行 所以新版不会乱嘛 不会 就是它有一个地方 在最左边 有的都从其他的资料来 哦 不要用那个从Web 就对了 然后进去里面 有个从Web 从那个里面进去 它变往旁边 哦 就OK 所以用旧版的 像我那个 如果用旧版的话 那就会变成像 这边有一个 就在下方 第八页 上面就变一堆乱嘛 这个问题 我们都确定了 如果新版 那是不是说一定要强迫人家 一定要用新版 才能够有正常的资料 这样子当然也不是算很合理的 不过大家问 所以我如果说今天另外一个 这边有个其他资料来源 从这边就没办法选 你是有什么 连线经理 这边也不对啊 因为我的电脑是才买几个月 哦 有内建的 所以我没有就是版本的关系 有可能 然后我里面进去 它有一个资料 选资料 然后最旁边有一个取得资料 然后里面从其他来源 哦 你有个其他来源就对了 这边 像旧的版本是没有这个东西 那切过来就很快 哦 但问题 你目前也只能一次抓一个肋骨 可是如果你要大量抓肋骨 你还是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所以当然这些方法在Excel可以 只是说也许可以 但就要买新的版本就要花钱 如果你不想花钱的前提下的话 那我们还是用什么 用那个Python来解这个问题 那怎么解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一样试试看 先连到水泥 但我们不只是水泥哦 你会发现这个各大类股有这么多 有没有 集中市场当日行情这么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些的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抓下来的话 并且把它存 存档的话 我像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个股 一个 一个类别 那我就存一个档 有点类似像这样 我demo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今天 单一个下载 是一个吧 有没有 这样就马上下载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帮我全部下载的话 那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 全部哦 所以写个串列 放在里面 然后帮我怎么样 最后存档 那我把它存在一个资料夹 所以我刚刚有开了一个资料夹 叫stack 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把它存进去 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 一样嘛 一个一个 然后run run完之后的话 除了可以显示出来之外 它也可以帮我把这些全部 的当日行情的所有类股 通通都放在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放在这里面 所以你要把水泥点两下 就打开来了 有没有 然后其他的 当然这边也都有啦 什么化学 这边也都有 有没有 OK 所以你也许 当然你也可以设定一段时间 去run它一下 一段时间去run它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看一下 你还是要先分析 水泥个股里面 如果要抓的话 先抓水泥 我们也先不要太大 我们先把一个抓下来 然后你可以再把它变成所有 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嘛 一个抓得下来 其他就抓得下来 但一个抓不下来 说真的啦 你不要奢望说 你后面全部要抓下来 根本前面都还没搞定 不要想到后面 OK 所以点击 选取它 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 它这个网页还蛮妙的 它这个table 有没有 后面没有class 然后呢 在底下的资料 有没有 这个th th指的就是 h是head td的话是内部储存的 th的话是什么tablehead 就是标题的栏位 这个名称th 然后里面放了东西 所以里面的话 一个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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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怎么样 分别把这些东西全部抓下来 并且 存成我要的这个结果 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这里的话 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都没有class 它只有table 然后td 而且table的话 它没有class 所以你怎么办 里面像这个网页里面 有不止一个table 所以你也不能只用find 所以这个可能要见招拆招了 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 用前面所讲的方法 那你就要把那个方法给变出来 所以最后的话 因为自己就想了一些方法 反正这些方法都是为了 反正我一定要抓 反正你既然有放上来 那当然我就有办法去抓取你放上来的东西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许先试试看好了 以后的话反正就是多找一些案例吧 包含前面讲的新闻 还有就是外汇或者股市 或者是其他金融相关的太多太多网页 如果说假如你每一个都试过 每一个都可以很顺利的把它爬下来的话 那应该没有难不倒你的 OK